好,我们嘉宾先就座 其他五位嘉宾先就座 来,红衣,你们可以先就座 小凡和行妃先就座 我们先在台上休息一下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陈毅抽到的关键词是什么 我抽到的关键词是豪宅 豪宅 所以呢,接下来你要表白的这位对象当中 一定要有豪宅这个词语 好,别慢慢来 来,小孩,你对对着大家 对,然后呢,来,我们的粉丝到这边 对,面朝那边,面朝那边 对,OK 好,我们女生,然后同时我们 可以 怎么样,怎么样地 对,就是,那个就是墙壁啦 这个就是墙壁 然后,对对 对,来,你们的手机 哈哈哈 那个,小孩可以再往那边 再往前面走一点 对,我们最好是站到舞台的中间位置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对,我们让陈毅站在舞台中间位置 这样可以吗 可以了,可以了 看到了 可以看什么了 可以了,来我们321号码现场中的朋友 来 321,Action 跟我在一起了 说什么 说啥 说什么 我说,跟我在一起吧 啊 我愿意 我愿意为了你把我的豪宅变成一居室 这样 对啊 你变成一居室人家在家里你干嘛 你听我讲后面吧 把我的豪宅变成一居室 这样你就不会到处跑 没有完我们相拥过面 掌声 哇 好感动 我都感动了 别感动了 你有没有被感动到 我采访你一下 你有没有被感动到 有 有就好 有就好 会让我冷场 哇 谢谢 谢谢泽逸 你的这个情话的功力 果然是非同凡响 我要为了你把我的豪宅变成一居室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往外跑了 而且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 相拥勿言 我的天马 听到 哇 谢谢 谢谢泽逸 也谢谢我们这位女性粉丝 谢谢你 可以先到台下休息了 好 那我们请下一位 你们三位谁先来 三位谁先来 然后请 你挑一位雅雅 对 完了 我看 这位少女也是要在现场一片懵的状态 到这边 九敏 你到这边 我们在舞台中间 在舞台中央 对 对 哎呀 这个女生 她还没有给你表白我看到你都已经 哈哈哈哈 你都已经简直了 你跟我分享一下今天的时候心情 有点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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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紧张 我们看到嘴巴都在颤抖了 所以球迷你的关键词是什么 直升机 直升机 好的 那把你的字卡给我就好了 好 那接下来呢 现场的粉丝们 现在我们造数三个数 然后看看 我们的球迷会对她的牙呀 说什么话呢 来 3 2 1 Action 如果你知道我实现了一个愿望 我想变成身体型的角度 加入在你 来一个现场 用手 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好嘴巴 好嘴巴 让毕东他讲 如果能让我实现一个愿望 我想变成 直升机的螺旋桨 降落在你需要我的每一个瞬间 瑶瑶你是不是要哭了 我的天哪 而且我今天在现场又发现了 球迷的一个心技能 我觉得他像一个诗人 他刚才说的这句话 像现场做了一首诗一样 如果只有一个选择 我愿意变成你的直升机的螺旋桨 降落在每一个你所需要的地方 此时此刻 你们是不是应该送给他一点掌声和欢呼声啊 谢谢球迷 谢谢 所以 我听到瑶瑶说 抱抱 抱抱 好 谢谢 谢谢球迷 也谢谢我们这个瑶瑶 谢谢你 好 接下来来龙飞 嗯 来了来了来了 来 龙飞也是 啊 哇 哇 哇 呃 我的那个 关键词 关键词 我的关键词 关键词 是 未婚妻 哇 对 未婚妻 对 哇 那个女生你听到 你心情怎么样 竟然出到了未婚妻 对 要懵 要懵 没事 我以后让你更懵 嗯 OK 那现在好粉丝同样 好 开始说 我们 3 2 1 Action 壁咚 我可以变成你的未婚妻 说 我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可以 哦 OK 我的未婚妻 所以 只能是你的最 啊 谢谢 谢谢 龙斐 龙斐 我知道为什么 你说你第二季会跟 啊 初夏有很多的感情均衡 谢谢我们的粉丝 谢谢 因为我发现你简直 太会撩了 没有没有没有 也还好会撩吗 会 那就会呗 所以我们获得进来很多的少女心 好 接下来 来 我们要请红衣啦 我的 我的关键词是少爷 少爷好像是刻入你的宣誉当中的 哇 还是要避冬是吗 对 还是要避冬 当然你也可以跟龙飞一样 他直接就要上来就要吻了 逼我吗 哼 哎哇 来 3 2 1 Action 没有人不喜欢这个 除了你 还是喜欢你 啊 我也喜欢你 所以大家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了吗 那那个女生你别走 小黑帽小黑帽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来我们请那个红衣也一起站在中间 我想问一下 因为她刚刚已经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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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紧张 所以你还记得她刚刚说什么吗 你就记得这一刻是吗 我刚刚问女生她说什么 她说喜欢我 对我也特别想听她跟我说喜欢我 来恭喜你啊 现在心情一定非常非常的激动吧 要好好珍藏这个时刻啊 抱一个是吗 完了 我们小黑帽都要哭了 她的脸颊都在发抖 谢谢你 谢谢 那好 接下来我们请小凡 小凡 小凡你刚刚邀请的粉丝在哪里 好上 隆重的介绍一下 你们都知道著名的形象主持人李铁锤 那个刚才谁推我上来来的 我只想说那个妹妹一会儿 你别走哥请你吃饭 好 铁锤哥 铁锤哥你表白 对你向小凡表白 你先告诉我们关键词是什么 看星星 哇这对你来生太依赖了 走 所以要深沉一下 是不是 哎不是 这个是 老妹 小凡 天上的星星 多圆呐 刚才啊 这 这 这种天气 太适合搞对象了 哥今年三十了连个对象都没有 听说你今年十八岁 你要不嫌弃的话 咱俩就 晚上一起看星星行吧 哈哈哈 我看星星 现在看吧 现在看吧 你现在看吧 我自演星星很大 他现在看星星 等我啊 啊 啊 我是星星 我是星星 哈哈哈 我小星星 有点亮啊这俩 哈哈哈 来 那小凡有没有被感动到 这是铁锤哥是吗 哦没错 对 有没有被感动到 我的 没有的话我们要求再来一遍 我估计铁锤哥 连自己都没感动到 是吗 你要投入 走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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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是脱口秀 现在是在演戏 现在是 韩国我上去 怪不得我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对 我爸醒下来 铁锤哥加油 我们要求你带着台湾枪 小凡 你在这个 恶衣里边比较喜欢姜真川 吃口茶味 我跟你讲 其实东北男人更好 而且你怎么说呢 很可爱 做李温依的嫂子 行不行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我跟你过吧 走啊走 我都哭了 我太不要脸了 我 感觉好像求婚啊 谢谢 谢谢铁锤哥 谢谢铁锤哥 也谢谢小凡 谢谢 看来是好朋友好兄弟啊 因为我经常看到 他会在你们的微博下面留言 还有视频 好那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小初夏了 初夏 初夏的这位 男粉丝 看一下你的 看一下你的 好 他的观念词 为什么一直捂着脸 他的观念词是斯蒂兰学院 然后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 来 男粉 男粉丝你先过来一下 你到这边 你要面对大家 因为我看到你一直舞 刚才 这 这种天气 太适合搞对象了 哥今年三十了 连个对象都没有 听说你今年十八岁 你要不嫌弃的话 咱俩就 晚上一起看星星行吗 哈哈哈 你现在看吗 我自演星星有点大 他现在快星星 走好了 嗯 啊 我就是星星 我是星星 哈哈哈 我小星星 有点亮啊这俩 哈哈哈 来 那小凡有没有被感动到 这是铁锤哥是吗 哦没错 对 有没有被感动到 没有的话我们要求再来一遍 我估计铁锤哥 连自己都没感动到 是吗 你要投入 走心一点 走心一点 走心 现在不是脱口秀 现在是在演戏 现在是韩国我上去 怪不得我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女朋友 对 我爸醒下来 哎呦 加油 我们要求你带着台湾枪 小凡 你在这个 恶衣里边比较喜欢江珍川 一口茶这味 我跟你讲 其实东北男人更好 而且你 怎么说呢 很可爱真的 做领会仪的嫂子行不行 太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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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过吧 走走走 我都哭了 我太不要脸了我 感觉好像求婚啊 谢谢 谢谢铁锤哥 谢谢铁锤哥 也谢谢小凡 谢谢 看来是好朋友好兄弟啊 因为我经常看到他会在你们的微博下面留言 还有视频 好那最后我们要请我们的小初夏了 初夏 初夏的这位 男粉丝 看一下你的 看一下你的 好 他的观念词 你为什么一直捂着脸 他的观念词是斯蒂兰学院 然后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 好来 男粉 男粉丝你先过来一下 你到这边 你要面对大家 因为我看到你一直捂着你的脸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叫什么名字 你把你的麦克风给他 他要给你告白了 来 现场的粉丝们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吧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 三 二 一 Action 所以你刚刚说的什么 亲爱的我在斯蒂兰学院等你 等你 你说的太短了 你这就是造句 你至少应该是要写一篇五十字的作文 好吗 然后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看菲菲都害羞了 但是她并没有拒绝你 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看红毅刚刚也说 她觉得很不过瘾 都没有反过来你就结束了 就你这个区域太短了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跟她表白 再给你一次机会 好 来我们李萌 你用我的麦克风吧 我麦克风声音更大一点 要让大家听到你说什么 好 我在斯蒂兰学院等你 不见不散 交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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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晚从了你们的心愿 好 李萌刚才说 亲爱的我在斯蒂兰学院等你 然后我们刚刚说太短了 然后她又加了四个字 不见不散 做我女朋友吧 女神 做我女朋友吧 女神 菲菲现在感受怎么样 头一次跟自己的粉丝这样互动吧 迷之尴尬 然后 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错了 好 谢谢 因为你说的很真诚 然后菲菲也有一点懵懵的 好 谢谢我们这位粉丝 谢谢 好 谢谢你可以到台下休息了 那 那大家给我们小汉一点掌声好吗 这堵墙也很累的 小汉 小汉 谢谢小汉 小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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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汉